我們接著來看,剛剛提到的那個錄製劇期部分 是在第六頁的地方,等於這一段 那也許你錄下來可能長得不一樣,不過沒關係,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下註解 註解的方式我想 跟前面講過的差不多,你就試著做做看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再產生VBA VBA的話呢,也許我就是有三個按鈕 那這三個按鈕分別就是希望,功能大致上是這樣啦,就是說 按下第一個按鈕,按下這一個 它可以怎麼樣 幫我直接就把公式 丟到這兩個欄位裡面 OK 那也就輸出公式,這個做法跟前面 寫過的有點雷同喔 所以呢,寫的方法第一個 當然呢,我們可以拿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我偷懶一下,我拿這個 那還記得吧,如果你要寫一個按鈕 第一步的話呢 1 就是開啟這個Visual Basic 2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不希望放 跟那個聚集錄製一樣,你可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把它放在Module2裡面 所以1 2的話,插入模組 記得呢,把 乘式一律寫在模組裡面 那3的話呢,就是直接在這邊打個Sub 反正呢 按鈕的名稱 一律都是Sub 那按鈕上面的名稱 我也許叫做什麼 叫做 驅入街道 底線公式 然後你就按Enter 或者你點開來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跟刮弧 跟End Sub 也就是說呢,我們程式就寫在 Sub跟End Sub中間 那另外字太小,你可以工具 選項 把它撰寫風格 這個可以把它放大 因為看起來9號字太小了 習慣至少12號字 所以基本上 我們剛剛的步驟 1 開啟Visual Basic 2的話呢 就是在 模組上方 插入一個Module2 OK,這是第二步 第三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呢 再加上一個 Sub 名稱呢 跟按鈕上面的名稱一樣 OK,所以三個步驟 應該 跟前面是一樣的 再來的話呢 我要做輸出公式 那第一個的話呢 要必須告訴它什麼 我的列是哪一列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呢,我這邊就打一個 回圈 4i 等於 第2列 到 第幾列呢 當然如果你現在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Ctrl向下 叫 3233 Ctrl向上 就是 又跳回來 3233好了 OK 3233 打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在 Fornest裡面按個Tab 做什麼呢 輸出公式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所以呢 跟這個 前面我們寫過了 一樣的方式 Sales 哪一列呢 第1列 哪一欄 第1欄 1的話呢 前後一定要加 這個雙引號 等於 後面的話呢 記得 就是加一個雙引號 那雙引號裡面呢 就放公式 所以呢 我輸出到這個 公式在哪 公式其實 這邊把它改一下 這邊改VBA 所以這個複製一個 然後改VBA 然後直接拿這邊的公式 直接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再切到VBA這邊來 再切到 切過來 把剛剛公式貼到哪裡呢 貼到雙引號裡面 然後呢 改哪裡呢 其實就直接改 這個2有沒有 改成I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式 就是串在裡面 所以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乾脆 記個口訣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有沒有把原來的2 選起來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 M的符號前後空白 好大功告成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將來 會把什麼 把這個I裡面的變數值 塞到哪裡 塞到這個 串接在中間 所以呢如果它產生2的話 就G2 就跟這個G串在一起 因為它原來 它這個地方 產生的2是一個數字 其實串接的話 經過這個串接 它會把2改成這個 雙引號的2 文字2 然後再跟G串在一起 OK 依次類推 所以呢我們先完成 區的部分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區OK了 那 路接到呢 不OK 所以怎麼辦呢 你直接 Enter一下 其實下一行 就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下來好了 那這邊改一個什麼 改成F就可以了 F裡面的公式 就是這一串 那哪一串呢 一樣 我們一樣把剛剛的這個 這一串公式 不過這一串公式 比較冗長 各位有沒有發現 直接貼的話 其實失敗率非常高 所以我建議 你如果要貼之前 要先注意幾點 我前面講過 公式要貼過去之前 一定要把這個裡面的雙引號 改成兩個再貼 有沒有 所以之前我是貼過去再改 不過我建議喔 因為這個雙引號太多了 那我想出一個 避免錯誤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公式複製 取消一下有沒有 然後呢 我是推薦你們 可以把那個 記事本先叫出來 記事本它會是在什麼呢 什麼Windows裡面的那個 複屬應用程式 裡面這邊有一個記事本 我建議你可以把剛剛的公式 先複製 貼到這個什麼呢 記事本裡面 做取代就好了 編輯裡面有個取代 為什麼取代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太多了 所以你只要做錯一個地方 那這個公式貼上就會出錯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用 取代的 保證不會錯 那把一個雙引號呢 變成兩個雙引號 其實主要我們是要做這件事 所以你把它全部取代 好 那你會發現它就取代完了 本來一個就變兩個 這個時候呢 你再把這個公式 全選複製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有沒有 我們BBA的這雙引號裡面 這樣就大功告成 一個字都不用改 移開 OK OK 那再來 其實還要改一個 一樣 把這個區二的 二有沒有 只要是區二啦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區二是不是也可以乾脆直接在那邊取代 或者是說你可以什麼 記得二的話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 移到中間加一個I 然後跟剛剛一樣 只是說這邊有好幾個 這邊一個 區二有沒有 這邊一個 所以喔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把剛剛改的這個區二的位置 前後雙引號 複製一下 這邊其實可以用貼的 區二的二貼上就可以了 或者其實你可以用區 取代的其實也可以啦 用那個 記事本裡面同樣方法 那這個有個區二 所以一個兩個 三個 然後這邊四個 底下 還有沒有 四個 OK 然後 後面的話 反正就是把 裡面看得到的那個 區二的部分 把它改 改過之後的話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把它移到這邊 這邊還有 所以 這還蠻多的 所以 很容易做錯啦 這個可能改 改的時候要特別 特別小心 區二 這個 再把它貼上 再把它貼上 好那基本上 再確確一下 如果 都檢查 完之後 只要看它 G二就全部改成 I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把它執行 就完成 輸出結果啦 OK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子 改完 我先把它貼到記事本 然後取代 一個雙以後取代成兩個 然後 我先切到這邊 VBA這邊好了 把它RUN一下 資金 OK 這樣 看一下結果 沒問題 有沒有 它其實就主要是改 這個啦 G二 這個二 改成 前後算 123456789 10個 其實還蠻多的 OK 因為這個公司相對 攏長 你可以用取代的方法 好 這個改完之後清除 清除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清除的話呢 其實就跟 前面的那個練習蠻像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過來 貼到下面有沒有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Sup後面的名稱改成清除 清除 然後呢 只需要把 這個 原來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把公式拿掉 留下前後的雙以後 就OK了 這樣就清除了 好 不過啦 這個清除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因為它是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的清除 所以有的時候會感覺 會跑的 比較久一點點 但其實也還可以啦 還可以接受 執行 這樣子就OK了 執行 清除 OK那請各位 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試著完成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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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